2024卡塔尔多哈市井赛落下帷幕 中国队23金8银2同 共计33枚奖牌 遥遥领先 霸榜第一 无论金牌数还是奖牌数均领先美国 中国跳水队共获得9金4银 完美受关 其中8个奥运项目全部夺冠 跳水梦之队实力恐怖如斯 花样游泳项目共计11金 中国夺得7金1银1同 创造了市井赛最佳成绩 中国花游队持透新规则后 在难度系数 艺术表现力 完成质量 三方面都非常棒 期待花游队在巴黎奥运创造新历史 中国游泳队七金三银1同 创造了自1994年市井赛以来最佳成绩 潘展乐在男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率先开放 游出了惊人的46.80秒 一局打破世界纪录 中国队四棒选手全部顶住压力 一路领先夺冠 这是中国在男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首枚金牌 潘展乐破纪录后 100、800、1530项自由泳世界纪录都属于中国 潘展乐稍后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中 最后时刻连超三人 以47.53秒夺得个人赛手机 中国队也是首次有两人进入100米次的决赛 潘展乐和王浩宇在自由泳项目的强势崛起 让中国队在激励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在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二三棒的潘展乐和王浩宇追到第二名 最后100米中美交替领先 韩国居于第三 第四棒的张展书屏住韩国和美国的冲击 以0.1秒的微弱优势绝杀比赛 在女子四乘2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 第三棒的李冰杰上演大追击 从第五名追到第一名 表现堪称完美 夺得了该相机冬奥后的第二面金牌 在男女四乘100米自由泳混合接力中 余怡婷放弃了个人项目 全力以赴冲击接力 第二棒的潘展乐和王浩宇拉开优势 一路领先 李冰杰和余怡婷顶住压力 率先到边 此前该相比赛几乎被美奥垄断 中国在世界大赛上连一块奖牌都从未获得 该相比赛中国这匹黑马依黑到底 首次夺奖就是金牌 在200米挖泳比赛中 年轻小将董志豪敢打敢拼 前150名始终保持在第六名 在最后50米上演疯狂冲刺 连超五人 从第六名冲到第一名夺冠 男蛙真的是打不欲仗 拥有秦海洋 董志豪双胶 还拥有经验丰富老将严子辈 不仅男子挖泳墙 女子挖泳中 年轻小将唐前亭 不仅在50米挖泳中夺得银牌 创造亚洲纪录 更是在100米挖泳中夺得金牌 东国新挖后诞生 中国挖泳和自由泳 现在真的是人才济济 中国气象接力 都拿到巴黎奥运的参赛名额 让我们期待游泳健儿 在巴黎奥运的精彩表现吧